楊載風水第四盤課的課程 我看到了大家對這個八字考慮的很激烈 要不要考慮請我們這個顏師兄來辦一個文書會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種 不管是自己的提升還是跟大家的動作學習 因為我們從磁場的概念來看 你一定要建立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中國的五行文化跟我們談 天下萬物都有磁場 然後在這個磁場產生所謂的相聲相克 各位對這個相聲相克 聽起來好像不就是相聲相克 但在食物生活上的運用 有沒有非常的複雜精神 那我們從相聲相克講最務實的 我在各種命理跟佛學上的引入跟學習 第一個很用通 第二個很有人身經驗 經驗也很有服務的經驗 所以我這方面的學術涵揚 絕對夠格大一個老師 但很可惜 我不可能成為一個很好的老師 老師要怎麼這樣想 有相聲就有相克啊 那什麼叫相克 有沒有那個學員師兄姐來上文課以後呢 聽我講話他就覺得很討厭 我管你學術涵涵有多高 我管你人性品德這個道德修養有多高 你到底在哪裡 都看你不耍啊 懂嗎 所以來上一道文課不來 那你有沒有這樣的體驗 那你會心裡想說 開始有那種自責感 到底哪裡對他不好 到底哪裡做錯 其實很多事情想到最後 尤其是夫妻之間 或是父母子女之間 最容易發生那樣的事情 明明這個夫妻就是磁場相克 剛開始你沒有交往 哇你勤募練了 就結合在一起了 可是一結婚之後 有沒有每天生活在一起 有沒有每天住在一起 睡同山床 磁場的充克 那種負面的能量 開始累積 所以他講的磁場最可怕的就是什麼 溫隨土青蛙的累積心 所以他有所謂的七年之養 四個天間裡面 隔期為政客 所以叫七年之養 為什麼不曉得三年會怎麼表演 你知道這個言語嗎 隔期為政客 也就是說 這個情緒的累積 你可能得到一個 七個循環之後 就會產生很強烈的衝突 那他也進步讓我們去體會 因為原來磁場充克的負面能量 一直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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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縱使你們兩個人 可能剛開始結婚之前 感情很好 那因為生活在一起 產生很強烈的負面累積 那哪一天就爆發了 就贏了 那如果要去歸避在那個現象呢 其實在我的人生經驗裡面 我都非常努力 尤其有一句話講得很棒 叫別勝新婚 那你夫妻真的 慈感充克了 那就分床睡啊 那就分房睡啊 那就不要常常在一起啊 懂嗎 甚至有那個先生說 我公司又派我去上來北京 趕快去 一個月用來 跟老婆相聚一次好了 永遠都像初戀情人這樣子 在文教師期的 不是如此嗎 這就是我們在學習這個磁場的 這個學問裡面呢 這些很重要的核心經 基本 你有沒有學習 那如果把跟人跟人之間的互動相處 你從夫妻再放到 來跟老是互動 上課學 也許 我就不斷的鼓勵很多 上課課中間的這個師兄姐 你不要放置 你可能你的學術來的 人生經驗 沒有這麼豐富 但是當你出來 願意跟人家開課 教授的時候 會不會就莫名其要 一群的那個粉絲 反正呢 因為黃老師多厲害了 他講的都聽不下去了 可是呢 你不用很厲害 但你只要一講 這個師兄老師啊 你講得好準啊 聽得就很波熙 他就很願意給你學習 有沒有這樣的現象 當然有啊 如果你懂得的 執掌了 步動力一點的話 不要來做事這樣 我對老師太厲害了 討厭我的學生一堆 知道嗎 他那個老師 那個醫科老師 不用很厲害了 喜歡跟他學了一堆啦 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 你可以說三二葉 你也夠說是 磁場產生 好或不好的這種影響 好如果我們把這種 人跟人物動 再放到 我們對地方 區域 屋宅 也會產生這種 長期正面能量 還是負面能量的累積 那最可怕的是 負面能量的累積 你不會強烈的 改做到 但得你改做到 已經怎麼樣 胡瑟屋住了五年 你已經到來這裡 懂嗎 好 那如果你知道 趕快搬離差 這個地方 遠離這個負面能量的 更好影響 墨審還可以慢慢去 亡揚 那最大到就是 我是那個鐵齒派的 紅牙鐵齒 不信蛇婆 不信賢 只相信自己的那種 狂妄之道 或是一昧無智的人 那你就 這個一切隨意的有准 懂嗎 所以有時候你大人多人多會講 老師 我們是讀書的 我們是學科學的 你相信有神有鬼嗎 你是讀書我就不是讀書的 你是學科學我就不是學科學的 你去看看你是一個教授 趕快去看 趕快去看 錢太大校長 人家他不是讀書的 他那是國際資理的科學家 你去看看 你看那個名媚無知 不是啊 懂不懂就說你是讀書的 你是學科學的 你都陷入你科學的 那種迷信裡面去的 你只相信你也沒有看到 但是很多人看不到的 你知不知道 他出不出在 你有沒有胡說八道 那個叫什麼 那叫狂妄 你只貪生吃賣 又賣又 自己還看不清楚 懂不懂就要去你們家 你吃幾多餘啊 所以呢 我們要懂得學習受教 好 那我們就往一路來談 整個雅仔風水呢 他最重要的核心觀念 還是在這一句話 天霞萬露借弱物體執掌 所以人事地霧 剛才談到 八字就談人跟人之間執掌的互動 雅仔風水就談人跟這個 住家區域的 齒長 那你怎麼樣去設定 我們所處的這個區域的齒長 當然如果從大方向來看 哇 從宇宙齒長啊 九星年初啊 那個 看我們太大了 我們懂就好了 不需要去研究太深 我們不會像那個 什麼印度那個 神董阿蘭德 哦 看星象啊 這個 學不到那麼多啦 但我們就回歸到 比較務實的 修身齊佳治國明天下 先從 跟自己有關係的來談起嘛 那你這跟自己有關係的 另外就是 你住了這個住家 那你住家有住家的慈喘 有所謂 平面格局的慈喘 你房間的慈喘 廁所的慈喘 客廳的慈喘 那 再從你的住家 放道到什麼 你這個大區域 我們就一直看 台中的北族區 好 這附近的中招 有什麼樣的環境 這下有些人 哎呀 不要有那個 這個高電壓的 電壓器的 高壓電的 墳廠的 這個 這個 填埋廠的 一些不當的 糟糕的場所 甚至特種禽獸的場所 甚至公廟 我們都會不喜歡 真的你喜歡找什麼 有結業的啦 有學校的啦 或是辦公機構的啦 甚至有些附近的異業 大家也不正行 因為因為的市場不好 不好 更沒有當便利館 那些公廟啦 那這個叫大環境 那大環境 除了你也已經看得到了 這些當不當的單位之外呢 還有你看不到什麼 流體力血的磁場 那什麼叫流體力血 那風在吹來出去 那就是一個流體力血 那流體力血不會帶到磁場反應嘛 所以那傳統磁場 風水血就把這個稱為 那叫流水或是流巷 懂嗎 所以你住在大馬路旁邊 還是住在小巷子裡 這時候產生 車子交通動線產生的磁場 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啊 還有我們這個 每年四季的變化 就會產生這個四季風向 磁場的這種變化 我們來的這個是東南風 這個是東北風 這個是東北風 這個風向會不會帶動 不同的磁場變化 對啊 那你就要去觀察 這是觀察怎麼樣 搞不好說東北氣風 每年東氣風 風就順直這樣吹過去 好久不止呢 你家哪一天就蓋了一棟大樓 蓋了一棟大樓 蓋了一棟在旁邊 那東北氣風穿過來 被大樓擋住 就反彈回來 剛才就彈到你家 以前住得好好的 沒事 這樣風一來 反彈開始失眠 開始不舒服 有沒有這種現象 多了 大家看過了 那個娘仔蓋在兩面 以前沒事現在也是 那什麼 以前沒事 我們現在有起那個什麼 那個 捷運 一旦 高架強不搭 外在環境改變了沒 改變 懂嗎 所以外環境到外在環境的改變 都影響到 這整個區域的磁場變化 我們都要去學習了解 再來的話 還有一些什麼 從地球磁場 再看到 太陽磁場 就是我們學了很重要的一個課程進度 叫洛蘇主公 那我們的主公呢 他把它稱為叫紫白分心 加上紫跟白 這兩個有趣的顏色 因為 叫做一到九 那紫白的主公呢 他的一到九 來代表那整個磁場的運算 可能這個古人 怕我們都 只有跟你講一到九 太鼓掌了 就給你加個什麼 加個顏色上來 一是白的啦 二是黑的啦 三是綠的啦 四是綠的啦 五是黃的啦 六是白的啦 七是赤的 八是白的 九是紫的 一是白的 九是紫的 他就把它稱為叫紫白九星 或者叫紫白飛星 那你叫一個飛字 因為 我們都知道 太陽 帶了九大行星 不是固定不動 一樣到的 你坐在轉 他就告訴你 每二十年輪轉一次 取了一個飛字 飛就代表他 不是固定不動 那什麼是固定呢 這個地質的 八個方位 那就是固定 好 那現在繼續把這個磁場 設定再了解下去 從我們的地質 跟太陽磁場的話 來 這裡已經 在我們三堂 都已經多多講過了 所以我們就講這個 這個 東方 東南方 跟西北方 產生磁場的通課 是比較穩穩的 但是 磁場 觀光 可以講到 人有人的磁場 烏宅也有烏宅的磁場 他就進度設定進來 烏宅也沒有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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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稱的叫宅命 宅命 那怎麼樣來表達這個宅命呢 他就取用了八卦 錢對於再去談共分 所以呢 尤其談這個宅命呢 你又不得不把這個八卦呢 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在傳統的涼宅風水裡面呢 如果比較初間 路人學學的 就告訴你 八卦寧靜 那就告訴你呢 這個叫前輩 這個姓坎 更坤 這個叫前載 你那個叫離載 你那個叫更載 坤載 所以他又把你這個宅命呢 這時候他不取用 這個1、3、4、5、7、8、9 紫白啦 顏色 他該取用八卦 所以呢 八卦呢 他就變成了 是我們在讀卦 他是講的是卦裔 那揚展風水呢 他就不是在談卦裔 他只是把這個八卦拿過來做一個 很重要 去運算方位 運算這個磁場 另外一種 代名詞 所以看到什麼鎮宅啦 吞宅啦 對宅啦 他就用這樣一個稱呼來表現 所以宅命進來 那房子是冷住的啊 那人有沒有磁場 當然有嘛 所以呢 一個人的主命磁場呢 又要加進來 所以為什麼呢 我不是很喜歡去跟別人家看洋宅工程 有夠複雜的嘛 再這樣當然一件事情 順了孤一恩命的掃益 各位講家信證就知道 不用講房金 主要是 如果你有結婚的話 老公老婆不是住太多的床上 那我跟他們說 哎呀呀呀 你這個房間的格局很不錯 比如九大七來講的話 這個區域 對你的磁場是相似的 可以來瓦米 那講完你後來 搞不好你是屬水的 那這個金生水來瓦米 啊 那你的房間 他說那女孩很擁不住 看一下沒有 我們講金嘛 旺生水 那你老婆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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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金客了水 那金旺生了老公水 那金客了老婆木 那你怎麼辦 所以通常就不要去看 那你就 傻傻的過日子就好 那你都想一想 這個肉很香烈 你知道嗎 會面對問題 這時候就會鼓勵 啊不然分房間房間 兩個夫妻 分房間睡好不好 懂嗎 不然分房間睡好不好 懂嗎 啊不然分房間睡好不好 懂嗎 啊不然分房間睡好不好 啊不然分房間睡好不好 你在兩載格局裡面 你要找到一個房間 適合老公 適合老婆 適合老婆 啊這個格局也適合 假設你老子 適合小孩子 如果爸爸同住 也適合你爸爸 去哪裡找啊 以我們現在的 所謂的生活空間來講 不像以前 以前可以怎麼樣 我有錢啊 我就買一塊地啊 所以要蓋個適合院啊 那我要怎麼蓋呢 我爽就好了啊 以前要申請建造嗎 不用啊 你有錢隨便怎麼蓋都可以啊 對不對 我兒子的房間蓋在這裡 我老爸老媽的房間蓋在這裡 我的房間 我的身下房間蓋在這裡 搞不好 我是男主人公 我還可以給我任務書房 蓋在這裡 來辦公啦 讀書啦 換我的光櫃啊 對我接受發助啊 好啊 以前可不可以這樣 你有錢 現在可不可以 不行 懂嗎 所以現在不行的情況之下 所以為什麼要在風水 某程度呢 對於住家的屋宅來講 那你就要慢慢去想清楚 好 該怎麼樣去化幾道 磁場的道 深深刻刻 那也是一個 沒辦法要去面對的問題 但最務實的一點就是 夫妻啦 或是家人之間 最好是 分房或是分床睡 好像勉強可以改變這樣的一個窘境 那這也是一個 沒有外法當中的辦法 所以呢 走進書就出來了 沒有不同的職場 學霸宗就知道 那這個時候在養者口水裡面呢 還發生了一個 哎呀 這有學術論述上的 不同的看法的衝突 還是呢 我們在講養者口水的第一欄課 我們會不會談到 所謂的東四面跟西四面嗎 東四面跟西四面呢 在我們發自的那個程式呢 念出來 你隨便拿一張出來看 拿你自己的 就在 左下方 有一個小方塊 他就會上面寫著 你這個主人年一世日詞 你這個命局 你到底是屬於東四面 還是屬於西四面 然後在這個 東七四面上呢 你再找到福位 福位寫的是正北方 那你的主命數呢 就是屬於砍水命 北的話就屬於砍水嘛 那如果顯得是正南方 那你的主命數就是禮火命 那假如這裡的話啊 你把你的福位的那個五行呢 跟你發自隔起那個五行呢 你稍微參看一下 哎 都也可能會不一樣 懂了嗎 那如果不一樣 那你就不理來了 阿老師 我這個主命數 人的磁場 我是要用東七四面 那個福位 代表我本命的那個磁場 來看 還是要用八字日干命主的磁場 來看 哎 這是不是有一個真意出來 懂了嗎 好 那我跟各位報告 一老師三行五經驗 還有一火隊五行磁場 很重要的了解 我會建議各位 東七四面這個磁場 就懂得知道就好了啦 趕快暫時先跳過 好 我們還是回到你什麼 每一個人八字命主的磁場 來做論鬥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東七四面的磁場呢 也是用你們住在列石 換算出來 那以這兩種換算的基礎來講的話 我個人沒有學過八字 我懂那樣武器 我認為 還是要以八字的命主磁場 以你所謂的日元 日干 命主 為重要 每一個人的主命磁場 而不是用東七四面的磁場 用這個主磁場 去論斷你的相對風水磁場 的主命磁場 是什麼 這樣大概了解了嗎 所以如果有人 全產種八字 不適合你這個主命術 你是要用東七四面來講的話 你說啊 好啦 你要這樣用 你就這樣用 主不主是你掉的事嗎 你個人 學問還是要有所升級 不要一直在那邊遵循以前的論述 然後不知道 讓自己慢慢去羅索提升 好 這個第一欄課呢 跟各位講的 這是四大磁場很重要的基本簡介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進入實際 暗力的主題運用 來 我們先下面先請教